口罩令松绑不想人想到护卫走走深呼吸 芝本国家森林游乐区推出了漫游之声活动 今年迈入第三年了 特别的是除了白天有美食市集音乐会和木造邮剧体验之外 晚上还可以探索森林的神秘面纱 邀请民众12月10号到芝本来感受森林野趣 人会靠近树筹 你会看到会有一些像这个常规水晶额它就停在 这些你看过你没看过的动植物和昆虫生活样态 透过夜访记录下的照片 一一揭开入夜后森林的神秘面纱 惊奇有趣的体验 12月10号漫游之声活动当天 民众都有机会一探就近 今年我们在这个活动的重点里面 还有一个森林餐桌 就是我们在当天晚上会有个森林餐桌 结合夜间导览的一个游程 由日本国家森林游乐区推出的漫游之声活动 今年迈入第三年 往年不论是美食市集草地音乐会 或是沐浴邮剧体验 多事安排在白天时段 而这次搭配园区的夜间导览解说 让民众从日到夜都能感受大自然所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我想这也是希望能够让森林的好 森林的美森林的疗愈功能 还有就是国产材的这样的一个手作的体验 能够都结合在我们的游程里面 这两年我们也发现我们的客人呢 来到饭店之后主动询问 资本森林游乐区的行程的比率是增加的 那我想这个未来也会是一个趋势 漫游之声活动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 日间导览活动免费参加 夜间则是推出套票行程 包含森林餐桌和导览 欢迎民众12月10号走进森林 共享白天到夜晚的美好体验 今天下集会台东市报道